音老师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这次非常高兴您能参加加拿大这个文化艺术节 您简单说一下您今天的一个一些心情或者一些想要表达的一些想法吗 好的,因为就是我应该是通过疫情之后 2019年以后又一次重聚到来咱们这个文化节是吧 因为前面三届我都是在参加了 所以说特别对这个文化节有感情 而且通过这个文化节我认识了那么多好朋友 这些朋友我们都是真是心心念念的 把他们当成了,有的是成家人一样 所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氛围 而且这个文化节它是一个,我觉得这次提的这个提法特别好 是要重聚传承 经过几年我们大家又聚在一起,共同学习 而且这次我要看到了更多的艺术家来参与 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通过这样的碰撞 我相信未来一定能够有更好的作品出现 所以感谢这次艺术节邀请我们过来 感谢我们所有的参与的这些个艺术家 好,谢谢 谢谢您老师 那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是您的一个代表的一个七七的一个作品 对吗?好,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代表的这个七七作品的一些背景 这件作品呢,作为我来讲 其实雕七本身它做人物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呢,最初的时候我学习的是线纳雕刻 所以呢,我就愿意在这个雕七的人物当中 能够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 那么这一个十八轮汉实际上 你看它每个人物的表情都是不一样的 能够让一些个 在这么小的人物上 能够把这个表情和心情和这种 是吧,情态给表现出来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追求 那么这个应该说 它是我的所有作品当中的 应该有具有代表性的 可以说自己做了很大的这种努力吧 尽量的想把它表现好 我能请教一下 您这个作品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去完成 这个作品是这样 因为它整个的是需要光期 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它这个应该是有一厘米以后的期 这样的是二百层期 那么要经过一百天的光 才能够到达厚度 经过雕刻 这个雕刻要经过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 才能雕刻完成 之后风干打磨 所以说整个过程要需要一年半左右 非常感谢你老师 您这个作品代表了 目前七七阶的最高的艺术作品 非常感谢 谢谢 我刚才忘记自我介绍一下 我其实是那个 加拿大媒体协会的会员成员 我那是代表美国拉巴艺术节 加拿大执行会主席的身份 今天非常高兴地认识你 我希望我们未来能够邀请您 把您的作品来到美国进行参展 谢谢 谢谢 谢谢